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肯定有账 赵大人 您是不是该亲自出马 杜老板是想指点我如何抓侵犯 不敢 不敢 在下只是觉得 招获朝廷侵犯这么大一件功劳 赵大人一定不可以错过呀 多谢 家坤 你平素不是一直很仰慕赵大人吗 那今儿个你就跟赵大人走一趟 好好地体察他的一言一行 一定会让你受益一生的 赵大人 左包 大人 没所谓的 我看你 还在问你 也不知道 我没法理解 Спасибо i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 往这边 你们这是去哪儿的货呀 走 赶紧开箱验货 丁爷 这是庆王府定制的药材 都是特制的 这封条也是庆王府的人 验过货之后封上的 除了庆王府的人 谁都没有资格棋封 丁爷 这封条如果破了 庆王府的人追究下来 咱们谁也担待不起 算了吧 放行 装船 侯你们要装船了 都别动 别动 别动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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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庆王爷的封条 想能吓到人吗 大哥 夫人 赵大人 什么货物这么重要 竟然需要夫人亲自相送 你还真说对了 真是一批 非常贵重的货物 那我更要看看了 开箱 不行不行 赵大人 不就是一张庆王爷的封条吗 我来担待 死 这都是一些非常贵重的药材 一旦开箱见光 很可能药杏就会失效 怕是这些箱里不能见光的 不只是药材吧 还有其他东西 这 真的只有药材 这样吧 你教我一箱 其他的药材你继续上传 把最特别的那箱交给我 其余的我该不追究 这 这 这每一箱 都很特别呀 你主动将吴泽交出 我算你立功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 我曾炒情药犯 最不容主 但我更知道一诺千千 我既然答应过二叔 要保护吴泽周全 那我无论如何都要做到 这样做 会把吴家所有的人 都牵扯进来 你别忘了 吴泽啊 是吴仪的亲哥哥 此时此刻 我很难寻思 让开 开箱 赵大人 开箱 开 这里面真的只有药材 大人 全是药材 大人 全是药材 搞的什么鬼 赵大人 这些药材 现在可以上船了吧 赵大人 赵大人 报告大人 往醋河山的关口 有一队人马闯关而去 你生动机器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所有人跟我走 装船吧 来 出来吧 跟我来 小心 抽签 够了 会合上更主意的 这一个小贵 赵大人 递死你的 陈锡进 应该安全了 卓妍 若有他日 必当涌泉相望 不要这么说 当年我被晨堂 以激励为我开拓 这份情意 我至今还未报答呢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吗 就因为是一家人 所以有些话 我必须要劝劝你 你说 你能不能 别再惦记救皇上什么的了 这个 我树难从命 少奶奶 我们要开船了 拿着陆上花 自己保重 也应该把船展帐 别说得要 准备船了 其实都严重了 你也许到 我用杉矶的船 你也许到 用杉矶的船 安全的船 绕了四五百里 辛苦了 赵大人肯定也累得够呛 他这会儿在哪儿 不知道 我在回龙冠把他甩掉的 你别说 他也真够厉害的 好几次都差点被他追上 快去休息吧 好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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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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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走 回来 去吧 赵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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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啊哈哈 哈哈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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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好不容易从武则的寓所 找到他大骂你不明大义 托办工厂的证据 这才证明了京阳不长 和武则没有关联 总算逃过了一劫 万一武则被抓 你窝藏侵犯的罪名被做事 你别说京阳不长了 就是整个武家可都难保 这不没抓住吗 你啊 我问你 你把武则送哪儿去了 你这么做 不见得是为了他好 你就是昨天把武则主动交给我 我有把握保住他的人头 坐几年劳就可除雨 可现在 他却一辈子 只能向丧家之泉 四处逃亡 但我绝不会出卖我的亲人